近日,重庆姑娘燕燕迎来面部多余脂肪和牵拉组织微调手术,她希望能尽早恢复,因为身为律师的她还有一对案子等着她。 从小患有罕见疾病的燕燕,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能当上律师,直到十年前,遇见了重庆大学附属急救中心医院卢赫面与整形外科的主任医师吴依。 据了解,燕燕七岁时,被医院诊断出患上病因不明的世界完症,半侧颜面萎缩,这种病全球发病率二十万分之一,她左脸包括骨头都完全萎缩,成了不折不扣的半脸人。 这种大面积面部修复手术在国内尚无先例,家境贫寒的燕燕一家陷入困境。 2007年,无医获悉燕燕的遭遇后,决定与国内知名整形专家联手为燕燕提供医学整形无偿援助。 这是一场当时全国最大的补脸术,无医带领团队在手术台上工作了十个小时,手术最终成功,但要真正的恢复容貌,还需要漫长时间的趾骨融合和多次手术修复。 面部整个就回省,然后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把它修复以后,肌肉在恢复以后看不出来。 一个女孩面部受伤了以后,要想说心里没有受伤,那是肯定不可能的。 外在形象方面有很大的改善,然后第二自己也比较自信的,然后也喜欢跟人打交道或沟通,然后现在也比较就是进入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自我的一个职业状态也好,或者是生活状态也好。 手术已经过去了十多年,艳艳面部植入的人造种植体已经逐渐与身体融合,面部神经恢复也较好,可以再次进行下一步的修复。 年近六旬的无疑与医护人员们仔细检查了艳艳的身体状况,决定再次为艳艳进行面部修复。 走进手术室后,艳艳平静地躺在手术台上,麻醉,手术开始, 无疑开始小心翼翼地为艳艳进行面部处理,无疑先将艳艳右侧的颧骨进行打磨, 再从艳艳的左大腿处取出真皮组织,填充镜下壑,使其更加丰满。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手术后,艳艳再次走下手术台, 她说通过这次的面部修整,她的人生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她的内心也会变得更加强大。 无疑预计,艳艳在十多天后就能基本恢复, 一个月后就能清楚地看到新莲。